比較容易會當掉 那所以我們就用鋒鳴器來決定看它有沒有啟動 因為就當作一個除錯 我們用可編電阻代替太陽 因為我們之前在用關鍵感觸器的時候 發現它的數值一直讀不出來 所以我們就用可編電阻來當作太陽的主觀 我現在轉動可編電阻 它這邊寫HOT代表太陽很大 我現在轉動它 它變COLD代表沒有太陽 所以魯素燈就會亮起來 就用激電器來火燈 燈就會亮起來 好那第二個就是我們的 膠水的地圖 這個我們馬達 我們模擬成抽水馬達 然後 然後這裡 就是植物的時候 補染濕度感受器 感受到它 水比較少的時候 就會按一個澆水 按下去馬達就會開始轉 也就是抽水馬達開始放水 那假如說 水夠多的時候 馬達就會停了 也就是抽水馬達就停止在抽水 好 好 然後我們現在要講解一下我們的故事 我們的水管石 他就是有切換到水 但他感覺太陽在腳水 然後我們這裡有變速 他可以去監控它們的數值 然後 我們這裡 在把它那個 腳位輸出的時候 我們是用圍一圈去讓它輸出的 因為我們是用到二三四腳位 然後有個順序 那我們就是用圖的變速 然後圍一圈去控制它 好 我們的報告到時結束 謝謝大家 好的 謝謝 我們報告都很不見 非常不錯 非常有交流 想法也OK 但實際上沒有太多想可以到地 謝謝民事 謝謝民事 謝謝 就這一題小小說 那個是酷 就是調那個太陽的溫度 好啊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 有HUK的嗎 對 對不對 酷啊 那整個模組的話也都動過了 對對 那 我想要稱讚一下 就是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你們這一組在硬體腳線上非常棒 不僅用圖畫的方式 讓它可以告訴我們說 它機械池後面接入 那整個太陽的部分也可以讓它做調整 這我是覺得 在目前為止 我覺得你們做得真的很好 謝謝民事 你們平時就這樣訓練嗎 對 就差不多是這樣 那就是 呃 賽前有發現有一組就是 它就有類似做這樣 網路上有做類似這樣 那我們就想說 就來試試看 對對對 包括你們那硬體接線的話 都畫那個圖圖來拿 找那個來借這樣 對對對 好 謝謝 好 這個題目你們在學校裡面做過 有 有做過類似的 有做過類似的 對 只是說沒有這麼複雜 對 對我們就有去把它擴展延伸 對 有幾年級 呃 86年級 喔 學長 好 好 不錯 好 好 好 那你們還有大概兩分半鐘的時間 還有什麼地方要再告訴老師們呢 呃 可以幫你們搶燈好了 好啊 那個就是 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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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